我不會去 應該都有了 圓景翻起重重的水溝蓋 在臭臭的水溝裡面 挖呀挖呀挖 等一下 我再確認一下 OK 水溝蓋底下 像是一個小金庫 挖出來的不但有皮包 皮夾 滿滿的證件 鈔票 還有提款卡等等 我會找我 我拉 這才不是什麼隱藏的財寶 而是小偷發現被警方盯上了 趕緊把東西 通通丟進水溝裡 台中市警方 今日接連收到移工報案 表示在火車站 東協廣場附近 身上的財物都被爬手偷走 警方釣魚監視器 查出五十二年次的唐姓男子 每一次都戴著鴨舌帽 假裝路人 趁著人潮擁擠時下手偷錢 得手超過兩萬多元 市警力的包抄下 順利逮捕唐姓倩 一代唐姓所稱的 小巷水溝內起貨漲物 警方透過監視器 挖出嫌犯身分 趁他要下手犯案時抓人 嫌犯逃亡時 又把身上漲物 全部丟進水溝 再次被警方挖了出來 人章拒貨 被竊盜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TVB新聞女政城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